然后如果我要说 这一年最火的大牌口红是谁 那真的非那死小粉金莫属了 哈哈毕竟它可是复刻了 红茶色的鼻祖阿拉公 而这个经典色号 它做成口红之后 还改掉了唇蜜 黏嘴又拉丝的缺点 怪不得就算它比唇蜜 整整贵了60块 但是就光这个月 都依然有2万个人为它下单 但真的不得不说 鼻祖就是鼻祖 我和我的团队宝贝们 把我们手上所有的红茶色 通通试了一遍 连续好几天来来回回 涂了线线的涂 嘴都要擦裂了 都没有找到类似的颜色 本来都准备放弃了 但我还是决定 拉着它们去线茶店 就是看看这个鼻祖 能不能够碰个运气 找到它的瓶属 试到第三家的时候 终于在花枝小的柜台里 找到了一根合格选手 它不是他们家 这个系列的热门色 甚至在网上 都找不到正儿八经的试色 在手上看着呢 它要更偏举掉一点点 但是呢 我坚信上脸的这个效果 它才是最准的 果然涂上和纯色一融合 它看起来和阿拉贡 有95%的相似 我没有说它是100% 是因为我没有 把它这个期待值 给你们拉到太满 然后你们买回去 觉得它没有一模一样 就很失望 但是说实话 NARS的这个价格 几乎是它的四倍 但是它又不会像NARS 那么容易掉 我个人觉得 大部分人是能够接受的 如果你接受不了 没有关系啊 我还有下一个 这个我这么说吧 你们肯定感兴趣 因为它是现在风头正盛 试色正在各个平台刷屏的 YSL音馆 这次春季新色的那个热度 真的不比上次 他们家610绝版回归唱 明明上个月才上市 但是我刚刚看 它都已经卖了一万家了 我给你们找的是 他们家这次新品里的主推色 也是我找贵姐求证过的 抢手色号122 它是一个很清透的 肉桂茶棕色 清透就是这个系列的灵魂 你们以后如果看到 有谁给它找的平体 是固体唇蜜 你可以直接不相信 因为它根本不是那种 有覆盖力的质地 它清透到更像是一个 有色唇膏 就是我和我的选品 本来在一堆 就是这种 试色你碰壁 直到发现它的这一个特点 我才在一堆滋润的口红里 找到了和它很相似的 就是颜色到质地 都很接近的 卡洛基 这个可能是他们家 最冷门的系列了 你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 因为它这个销量很低 你不做功课 完全发现不了的那种 如果只看它浓郁 到离谱的这个官网图 你很有可能会错过它 食物其实和YSL一样 只有一丝丝红掉 但却是相当抬气色的 日杂通情色 它和YSL一样 上嘴是这种 很轻盈的光泽感 不像大多数固体纯明那么黏 而且只要花四分之一的钱 就能够体验到 YSL独有的气质瓜姐姐色 最后是一上架就断货 直到现在都还挂着 限量捕获这四个字的 UD的液体眼影 按理说 UD的当家色号 牛郎应该比它更火 但是这根 它就是直接没到 打败了液体牛郎 霸占了整个系列 详情业的主图 而且用过的人 对它的评价都是 UD加好看的 亮片那么多 但是这根 你涂上你就知道 为什么只有它 叫仙女类 它是粉紫调的底色上 掺杂着大大小小 有层次感的 粉蓝色闪片 就是在眼睛上 随便乱点几下 都有那种 很破碎的泪光感 尤其是点在卧蚕上 我真的很少用 楚楚动人 去形容自己 一个是因为 四练泡杯帽 还有一个是因为 很少有液体眼影 像它这个样子 但它真的配得上这个词 但是这个呢 是我最近才买的 买到了之后 我就天天用 最后我发现它和我之前 一条龙里面 跟你们分享过的这根 几乎一模一样 当时就连里面 那个细闪的颜色 我都对比过了 试图给自己白花的 210块钱 找点心理安慰 结果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在手上 还是在眼睛上 它们俩都闪得没有区别 你们不用担心 我说的这么夸张 是不是广告 因为这根官网 好像已经下架 在搞清仓了 你现在随便一搜 全是打折的 我买成59 结果现在那个跳楼价 20多 更心痛了 就到这吧 记得喜好选择吧 拜拜